學校沒家的理財畢修課的阿格力 今天又要幫大家補課了 那今天又陪老邊來充電 趁著充電這個時間 大家都說浪費時間 沒有 我們沒有在浪費的 我們就是邊充電 也幫大家採商一起充電 延續著上一集的主題 不是跟大家講說高股息ETF 遇到AI大漲的時候要不要賣嗎 那還沒有看的請記得回去看 今天的主題更厲害了 阿格力最新不是有一個高股息線上課程 這個早鳥叫快要結束了 那連結我就放在影片說明欄下方 那今天就要講我課程裡面 其中一塊小小劇透一下 就是高股息ETF的回測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回測呢 因為傳統上有一個迷思 第一 高股息ETF買哪一檔 差不多 反正都叫高股息ETF 那第二呢就是說高股息ETF 專注存某一檔就好了 因為他們覺得差不多嘛 專注存某一檔就好 所以今天要給你台股三大元老級的高股息ETF 就是最早出的那幾個 我們來看經過了這麼多年來 到底績效誰好誰壞 那是不是真的選一個就夠了 好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講的 三檔元老級的第一檔 0056 這不用說了 原大高股息大家都知道 第二檔 老邊你知道誰是比較元老的嗎 007 730 731 反正7開頭的大概就是也是元老級的 00701 國泰鼓勵精選30 這好像真的很久了 那還有一檔是007 30 富邦優質高息 所以這三檔呢是台股比較元老級的 那其實真的比較元老就只有0056 因為它2007年就有了嘛 所以其實台灣高股息的歷史 除了0056以外 其他高股息ETF都比較年輕啦 那這幾年也出了蠻多的 像現在都已經出到009多少了 915 919 但是我們就以出比較久來幫大家做回測 來確認高股息ETF 到底是不是買到一支都差不多 因為有一個理論是說 反正台股就是這些股票嘛 你看這個高股息ETF 一堆電腦周邊一堆半導體 反正就是殖利率高 就是同樣的幾支而已 對啊 算上都一樣 其實不是這樣喔 我們直接回測 從2月8號2018年那一年開始 那為什麼從那一年開始 因為那一年是這三檔 ETF 元大 國泰 富邦 都已經同時出現了 那基準點大概一樣 那回測到2023年的8月25號 這個回測也夠久了吧 很久了 兩年半的時間 而且中間有熊市也有牛市 對 中美貿易 2020疫情 2021大兜頭 2022暴力生息 今年又來一個大反彈AI 高股息ETF全標 真的 所以我們就來回測 從20182月8號五年半以來 跟今年年初到8月25號 到底誰好誰壞 首先先公布答案 第一名的 你猜猜是誰 第一名 我也看一下 國泰701 年701 啊 0056啦 老編剛剛講的 我想 他講的其實是一個迷思 你會這樣猜 你就是覺得說 新的應該是有改良一些因子 對啊 比較後面的是不是比較厲害 好 那我先跟你講00701 總報酬 61.72 而且 其實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啊 五年半總報酬61.72 代表說 我們不要算年化 就以這個平均值來說 一年也超過10% 對 所以呢 大家喜歡投資高股息ETF 其實也不能說是錯喔 你這個回測來看 其中他的這個 61.72%的報酬 有35.74% 來自 配型 但是資本利的也不錯 所以我就 上一集就講嘛 你也不用擔心說什麼 AI 那個要不要賣 其實你的ETF 就自動幫你 這個 對把高價的賣掉 選進比較 殖利率高的 他的資本利的是 25.9%左右 其實也不差 其實也不差 但0056人總報酬95% 比較沒有傷害 是不是 第一個迷失就已經破捷了 95% 跟這個 61% 你跟我說ETF高股息 都一支都一樣 都一支都一樣 阿欠一支 你順利的就好了 你看 結果就差很多 0056呢 他的配型報酬是57 那資本利的部分 大概是37.8 其實都是贏這個00701 所以 將還是老的 好 那另外一個元老呢 叫0073 你富邦優惠 收值高喜 老邊猜一下 報酬多少 剛剛一個是60幾% 那一個90幾% 你猜 那我猜中間70幾% 70幾% 還是87% 不能再高 應該是這樣講啦 你猜中間值這個是沒有錯 可是呢 他是負責當人家組成中間值 他根本是最爛的那個 五年的報酬是22.5 哇這真的有點 二十二年 一年才賺不到5% 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是 只能說啦 高喜ETF看到這裡 你就知道說 不能只選一檔存 比方說你有如果有存00730的 可是你同時也配置00701 或者是說 你同時有配置0056 那是不是都不會比較差 所以呢在我的課堂上呢 也會把台股啊 目前有14檔高股息的ETF 全面分門比類 講它的產業類別的啊 然後它的選股邏輯 怎麼樣配對是比較好的 就是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啊 好那老朋友你說啊 不公平啊 可能這個選股條件 在那一年 那幾年雖然有多空循環 可是剛好都運氣不好 也不是可能啊 有可能也只有可能 有時候人家什麼 十年寒窗無人問啊 一舉成名天下之 那我們就比今年 因為今年對高股息ETF來說 可以說是十幾年來最好的一年了啦 對真的 因為高股息ETF裡面 很多電腦及周邊類股嘛 沒錯 今年AI狂飆 廣達 偽創 技嘉等等的 整個指數漲一倍 好那讓你猜 今年這三檔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 我們先猜倒數第一 猜倒數第一 那根據過去的表現 應該是富邦的最後一名對不對 這個 不是要黑他 真的是真的回測紀錄啦 今年1月1號到8月25號 富邦報酬率9.43 不過你也不能這樣 因為今年很多人投資股票也是輸錢的 至少他是沒有輸錢 只是說你如果要更好的話 他不是最好的那一個嘛 好啦那第二名你猜 對 應該是國泰 欸 對你猜對了 19.6幾% 其實報酬也不錯 兩成你還是不錯的 好第一名是0056 這個大家就知道了啦 因為上一集就有講了嘛 他是今年高股息ETF報酬率最強的 那最強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都是預測 未來一年殖利率比較高的嘛 對 如果當年又比較多頭的時候 他選的又一些比較高殖利率的 那他選的通常是前150大成分股裡面 是他選股池 他裡面也滿多電腦系周邊設備 他們的股本才有辦法 那麼大 市值那麼大 所以剛好今年這個AI股狂飆 所以0056的報酬呢 就超過40% 所以確實是很強 所以你從過去五年半跟今年以來 你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當你經過多年的台股的多空的循環的測試過後 就像老編剛剛猜的 歷史是真的可以接近 所以呢我們講到這裡可以發現一個邏輯就是 就是說高股息ETF不能只看表面的名稱 因為你絕對看不出來 0056高股息 那這個00701 驚選股力 驚選股力 01300優質 對啊好像都很好啊 所以呢其實在阿格力這堂線上課程 主要就是教大家完整的高股息ETF的概念 除了指數成分股它的選股邏輯以外 重點就是我們如何去看它的內涵 那看完內涵之後其實回測還是非常重要 因為像是你說00730好了 我把它的選股邏輯列在這邊 你看它是針對過去5年有連續配型的 如果沒有連續5年配型它就把它踢掉 其實這個音質鞋的看起來也很正常 看起來也很正常 只是說它的眉角到底在哪裡 就要進一步的去細舊 對不對 那像0056它用預測大家要算說很多景氣循環 可是確實我自己覺得它可能是選股時就前150大成分股 那雖然你沒有景氣循環股 可是你畢竟能進入到前150大的公司 就算你選到幾個景氣循環股 但是這些公司體質也是相對比較好的 然後它的其他成分股又是前150大 所以在股市多頭的時候 這前150大一定是很猛的 因為有時候指數很好不代表說一些中小型的高股息也會好 所以今天就是分享給大家高股息的ETF 要有所謂的這個配置的部分其實是會比較好啦 那也歡迎大家來上阿格力的高股息課程 那維持3個小時 那上完之後會有持續一年的更新 就是每一季至少一次半小時 比方說最近又看到某某頭信 在我的課程之後又要新出這個高股息的ETF 那就會在下一個季度有一個完整的更新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請歡迎點擊螢幕說明欄下方的網址 來報名阿格力的高股息ETF課程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印祥月公開說明書 你怎麼看 filme